從現場先帶你來看這件事情畫面 這是第68屆的歐洲歌唱大賽的決賽 11號在瑞典的馬爾莫來舉行 但是呢這個比賽的外頭卻是抗議不斷 主要還是因為受到加薩戰爭的影響 今年的比賽場外籠罩著 挺巴勒斯坦抗議的陰影 我們都是巴勒斯坦 今天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來為加薩和巴勒斯坦的民族 負責得自由的國家 以外國也必須參與 像是俄羅斯被競爭的競爭 以外國也必須參與 好 您可以看到這畫面呢 在瑪爾莫的街頭有大批的抗議群眾上街表達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場 而在歐洲歌唱大賽舉行的前夕 其實就有民眾呼籲說 應該要杯葛以色列的歌手參加 但最終還是有一名以色列的歌手可以挑戰比賽 不過卻有民眾氣憤的表示 歐洲歌唱大賽是隱藏不了停種族屠殺的事實 好 最後整起抗議事件是以警方到場包圍 並且以胡椒水驅離示威者而落幕 最後這個比賽的結果是24歲的瑞士的饒舌歌手尼莫 他是以獨特的饒舌曲風擊敗了克羅埃西亞的對手贏得比賽 好 持續要來看到的是以哈戰士的部分 當然現在以色列宣布要對加薩發動另外一輪的攻擊 從戰士來看可以說是南北夾籍 好 北部來看到的這張地圖是以賈巴利亞這邊作為開端 那南部一直到拉法的這個邊境城市都有攻擊 而且他這個戰事的延長是一路的往南攻 現在聯合國官員就表示說根據統治24小時之內 大概有10萬多名巴勒斯坦人 因為這個戰事而不斷的逃列他們的家園 但現在以色列還是持續轟炸拉法 這個拉法是一個很重要的邊境城市 因為埃及的這個包括了國際救援組織 還有聯合國的救援組織都是透過 他因為跟這個埃及是有所接壤 他是一個關口重要的一個海關 讓這個物資可以透過拉法一直往加薩的內部來運送 但現在呢 以軍攻擊到這個拉法 那可能當地的救援物資也沒有辦法如期的送到加薩裡頭了 所以現在這個運送救援物資的這個進度是停擺的 那更有媒體報導說 以軍最快會在12號再度進攻拉法中部 那可能在拉法這邊就是未來戰事的 另外一個新的主要戰場了 好 當然了 以軍的持續攻擊 以軍他們是認為說 我們有跟平民說啊 我們都有像是空頭傳單 或者是告訴當地的平民說 趕快逃 趕快逃 但是你要這些人到底要逃到哪裡去 一開始呢 在北部開始開打的時候 就一直跟加薩當地的民眾說 那往南部跑吧 往南部去躲 絕對不會攻擊到你們 但現在這個戰事整個拉長了 在拉法這邊也是戰事的另外一個主戰場 那讓這些加薩的民眾這幾天除了趕快 這個帶著他們自己的家當 離開原本的家園之外 也說真的不知道明天到底可以躲到哪裡去 才能夠安全地繼續活著 可以躲過戰火 好 現在以哈戰事的延長賽 在聯合國大會在討論的是 是不是能夠讓巴勒斯坦成功加入聯合國呢 在台灣時間11號有大會的決議 最終是以143票的贊成9票的反對 壓倒性的投票結果 通過支持巴勒斯坦可以加入聯合國 但是對於這樣子的結果 以色列駐聯大使是非常的生氣的 當場他就準備好他事先先帶的這個碎紙機 迷你型的碎紙機 他就直接把聯合國的憲章放進去碎紙機 把它碎掉 表示說他沒有辦法接受 表示說他以這個投下這樣子結果的人 以他們為羞辱 好 另外呢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這是聯合國秘書長的副班人哈克 就有媒體問他說 那你對於以色列駐聯大使這樣做法 你有什麼樣的評論呢 他認為說 好 這種事情他真的看多了 以色列大使只是在做戲劇效果而已 來聽他的說法 聯合國的發言人指出 以色列這個舉動是有戲劇效果的 但是他還是敦促所有的成員國 應該要尊重憲章 如果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的話 那就必須要由安理會來推薦 並且獲得聯大三分之二的多數同意票 而這一回的聯合國大會表決是有象徵的意義 但是對於巴勒斯坦人來說 已經是歷史性的一刻 當然也是以色列的一大挫敗 好 來看到的是這個以哈戰士 為一些當然全美挺巴勒斯坦學運的風潮 也是持續的上演 加州大學博克萊分校在當地時間的十一號 在舉行畢業典禮 正當校長致辭的時候提到加薩戰事 他也表示盡可能是以和平的方式 處理校園裡頭的示威抗議 但是台下的學生顯然不是這樣想的 他們立刻虛聲四起 並且不滿地叫小抗議 I too am deeply troubled by the terrible tragedy unfolding in Gaza The encampment,the encampment is civil disobedience of the sort Berkeley has long witnessed Free Palestine!Free, free, free Palestine! Free, free, free Palestine! End the occupation now!End the occupation now! End the occupation now!End the occupation now! 畫面上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同學 他們當時是高舉著巴勒斯坦的旗幟 還有標語大聲喊話要解放巴勒斯坦 並且要求以色列立刻停止種族滅絕 但是同樣的也是有停以色列的民眾 他們高舉著以色列的國旗也在現場回嗆 雙方的陣營就這樣互相叫囂對抗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劇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義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義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義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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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